对于老帅徐根宝,我们非常钦佩的是他曾在领驾A时代,两职竞旅上海申花和大连万达都拿过联赛冠军,但是更敬重他却是因为他曾为中国足球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国教。 现在李皮国足镇中的中流砥柱吴磊、严俊玲、张黎鹏、甚至国足未来的核心刘若凡、朱晨杰等,都出自徐根宝一手打造的崇明岛训练基地,而在徐根宝之后,终于又有一人站了出来,他计划立足中国足球,清训富矿新疆足球,十年模已见,立志把新疆足球打造成下一个崇明岛,他就是孙继海。 近日,已经成为国奥队中方教练组组长的孙继海来到了新疆,他的目的是考察这里的足球环境和足球基础,为未来打造新疆足球的青少年培训做准备。 对于新疆足球的现状,孙继海颇为感慨地说道,我发现这里的足球人才非常丰富,足球基础很好,但是真正的顶级球员却奉毛麟角。 虽然新疆的小球员在16岁以前很多都是出类拔萃的,但是在往后优势就不那么明显了。 这是什么原因? 我认为新疆足球缺乏科学的清训系统支撑。 的确如此,在中国足球的青少年梯队中,新疆足球队的成绩,一向在全国名列前茅,在前不久进行的U17足协杯决赛中,新疆足协队就立刻苏宁梯队夺得全国冠军。 这足以说明新疆少年从小就具备极佳的天赋和不俗的基本功,但是,在成年之后,新疆球员却显有在俱乐部一线队冒奸的,更别说入选国族了。 这一记录指导买提江入选国族才被打破,不过,买提江能够入选国族,与他很早就加盟鲁能足效,并在那接受长期正规系统的训练有很大关系。 这让他在进入一线队以后也能保持不错的职业素养。 所以在拼搏到27岁的年纪,终于凭借自身实力入选了国家队。 其实,新疆青少年球员,中小买提江一样有天赋的球员不少,但却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加入卢能足效这样的职业培训学校进一步深造。 所以,想要提高新疆少年的成才率,无疑就是要在新疆建训,设好自己的清训体系。 而这正是孙继海正在做的事。 据了解,孙继海此次来到新疆将会十年磨一剑,像徐根宝一样脚踏实地,为中国足球的未来付出努力。 他为此设计了一个长期的新疆青训培养计划。 据孙继海透露,新疆青训计划的教练和新团队,组建会议就是其合02两届最优秀的国奖为主。 孙继海、瓦达时期的队友帕尔哈提也在未来的青训教练团队之内,他是新疆足球的杰出代表。 马提江在进入鲁能足校之前的专业训练,就曾失从于他。 虽然现在就断延孙继海的新疆足球青训计划成功还为时尚早,但是他这次终于为中国足球做了一件大事事。 正如他所设想的,我期待将来的2030年世界杯,国家队有至少20%的新疆球员,都来自我们的青训体系。 这一次,我们必须为他点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